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姐妹 平安 今天是2000年前 大家知道在这一天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 骑着旅居温温柔柔地进耶路撒冷 准备受难受害的最后一周进到受难周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也预备我们自己来预备礼拜五晚上的受难日 以及礼拜天的复活节 与主一同受苦一起得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主 你来到世上 主不但成为人子 主你也为我们走向耶路撒冷 走向十字架 主今天我们来思想 你这为我们爱舍己的道理 也透过你的话 求主的圣灵 来对我们讲话 让我们这一个礼拜 一起与你经过受苦受难 以至于复活的荣耀的真理 谢谢主 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 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我们已经经过从年初到现在讲 因性称义的道理 那么因性称义的道理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 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真理 但是今天呢 其实21世纪的人很难体会 因性称义的真理的宝贵 跟重要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世俗化 对神的义轻乎的世代 对罪不敏感的一个世代 对上帝的圣洁 已经不能体会的一个世代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 我有一次深深体会到 神的义的威严的经验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朋友 请我为一个官司来作证 所以我就飞到一个城市 来为他出庭作证 那么你知道出庭作证 法官都要先宣誓 所说的话都是实话 那我就宣誓 那宣誓完以后 没想到呢 突然的法官问我一个问题 那我当时就是 他就问我说 他说你飞到此地的机票 是谁出的 是当事人出的吗 我当时立刻回答说 Yes 实话嘛 我第一个意念是我诚实回答 我来帮忙 当事人为我出机票是合理的 而且我本身也没有这个预算 那么 但是突然之间我发觉不对啊 我接受当事人的机票 那我跟当事人不是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吗 哇 那一刹那你知道吗 那我就突然发现不对 那我所有的证词等于是变成不可靠的 我一下感觉到在法官的面前我的良心受责备 而且我还是一个传道人 我在神的眼光之中 我感到非常的羞愧 因为当时我突然体会到神的律法是圣洁的 是公义的 是良善的 而我在律法之下 我的好行为不过如一个破烂的衣服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是羞羞愧愧的离开法庭 那一天我对神的义 对义的威严呢 有了一个新的敬畏 也对罪的诡诈呢 有更深的警醒 亲爱的朋友 神是公义的 是圣洁的 在神公义的审判光中 在律法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 Amen 我们圣经宣告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人能夸口自己的好行为 来逃避神的审判 就好像那一天我在法庭上 我的热心 我的好行为 因为我的过犯都成为无用 都成为无用偏离正路 全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 在义的律法审判之下 可以夸口宣告自己无罪 没有一个人能免去神愤怒的审判 在那个公义的大法官最后的大审判前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 来宣告自己无罪 有资格进入天堂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坦然无惧的 到神面前来亲近他 来敬拜他 来侍奉他 如果你真的认识上帝的义的威严 神的圣洁 你就找得 义的神跟有罪的人之间有一个 无法跨越的鸿沟 通天的路 无望 人类是何等的绝望 但是感谢神 神在律法之外给人类开了一条出路 Amen 感谢神 神知道我们的问题 那就是神在我们 神跟人之间开了一条出路 让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因性称义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条道路不是新的道路 因为从开始 亚伯拉罕就是借着 因性称义来到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到耶稣的时代 众圣徒也是因性称义来到神的面前 到今天怎样 我们也是因性称义来到神的面前 唯独借着信心 这个信心呢 是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媒介 这个信心呢 没什么可夸的 因为使人得以称义来到神面前的 不是这个信心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留的保血 Amen 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在义的神的面前 我们的罪 我们对上帝荣耀的亏欠 我们就会谦卑的悔改 如乞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伸出信心的手 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到了现在 罗马书第四章的结尾 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 使徒保罗就要以亚伯拉罕做一个总结 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这个信心是宝贵的 但不是盲目的 是一个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的 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对象 我们有清楚的内容 而且我们有一个好的品质 信心的品质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段经文 从亚伯拉罕的历史呢 来认识信心的对象是在于神 而信心的本质是不凭眼见而抓住应许 信心的内容呢是神的应许 到了新约的时代更清楚看到 信心的内容是耶稣的死与复活 今生的祝福更美的家乡 那我们这个内容太丰富 我们就用亚伯拉罕做例子 亚伯拉罕呢他75岁的时候 神呼召他离开故乡 往他所不认识的地方去 神不但呼召他离开家乡 神还给他应许 所以你离开的时候 耶稣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族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 并且给他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呢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取两点 第一个呢神应许他 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 意思就是说他会有什么 他会有子孙 对不对 他会有儿子 他会有后代 第二个呢神应许他 万族要因他得福 意思就是说 从他的后代里 要出一位那位应许的子孙 就是耶稣基督 成为人类的救主 要带给人类救恩 万族都要因他得福 当然对他来讲 他当时可能 并不明白万族要因他得福 是怎么样发生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可以明白 这个应许的重要 我们说过 亚伯拉罕只是一个罪人 那么与你我一样 都有从亚当来的罪性 本不配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神进来拣选他 而且还要祝福他 这完全是神主权的恩典 在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可夸的 只能凭着信心 说为什么是我 他不了解 但是呢神拣选了他 神呼召了他 而且神给他这个应许 对亚伯拉罕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不要以信心来回应 接受神的呼召 接受神要给我的这个应许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亚伯拉罕他做了怎样的回应 亚伯拉罕呢 他就回应神说怎样 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听到了耶和华的应许 他就回应了 而且他就带着他的职儿 妻子牛羊 所有的他的财产就过来了 我记得最近有跟一个七十几岁的弟兄呢 谈话 他说他已经在退休之后 已经玩遍了很多的地方 做了很多的cruise 现在快八十岁了 他觉得现在最近团契说要去做cruise 他已经不太想去了 因为觉得体力不行了 那么请问七十五岁的 你可以想象你七十五岁的情况吗 可能就是像这个弟兄讲 他已经不想再动了 但是亚伯拉罕怎样 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神要他做的事 你有七十五岁搬家的经验吗 他却愿意回应神 然后呢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他听见神的呼召他就顺服 他做一个蒙神引导的天路客 他不是做一个流浪汉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移民到美国 人生地不熟 处处呢都不容易 但是你不需要做一个流浪汉 因为神呼召你 今天你能够来到此地 在教堂 或在网路上听我们的信息呢 其实神就在呼召你 来到神的面前 与弟兄姐妹一起做一个天路客 一起来朝见神 你不需要在这个世界 做一个漂流的流浪汉 你可以跟亚伯拉罕一样 让神来引导你的人生 Amen 欢迎你一起跟我们 成为一个天路客 来接受神的引导 那亚伯拉罕他回应神 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 紧接着到 所以在这个85岁 十年后 你看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地 在迦南地聚居了十年 一下子十年过去了 他有没有孩子呢 还是没有孩子 然后呢 显然这时候他需要 神知道他需要鼓励 所以神再次呢 向他说话 应许他说 你本身所生的 才算你的孩子 你亲戚的不算 你领养的都不算 你自己所生的 那么对一个85岁的老人家呢 神就鼓励他 说你到这个外面 走到户外来看一看 他说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神要他看天上的心 说你的子孙呢 将要如天上的心一般的多 你能想象他当时的心情吗 神给他鼓励 那时候他已经85岁了 他会相信吗 你可以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 当他看到神给他看的 这个天上的星星的景象以后呢 亚伯兰的反应是 这一节是非常重要 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15章第6节 预备来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死为他的义 他信什么 他信天上的星星这一幅图案 他信说神说你的后裔将要怎样 如天上的星星一般多 虽然那时候他并没有孩子 但他相信 耶和华就以死为他的义 就宣告他被算为义 被算为义 但是呢 当他被宣告为义的时候呢 其实他还是没有孩子 他还是没有孩子 一直又过了14年 到他99岁的时候呢 神再次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哇 这真是不容易 又过了14年 神允许他说 你要做多国的父 我们再复习一下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允许他要做多国的父 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有子孙 第二个呢 而且要透过那个后裔是万国蒙福 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虽然在这个时候呢 亚伯拉罕还没有子孙 你想这个时候他听到这个应许的时候 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对不对 他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 他听到神的应许 可是他如果看看他自己的情况 他可能会觉得怎样 会觉得很挑战 对不对 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个困境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这时候他99岁 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 沙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亚伯拉罕是一个会用理性思考的人 他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如同怎样 已死 这个如同已死 应该是讲说 他自己知道一个99岁的人 他的这个年迈的情况 他的生育的指望 可能已经不容易了 他的生育能力如同死亡的一般 而且他的太太沙拉呢 生育已经断绝了 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认为太太也不太可能了 89岁的沙拉 连沙拉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太可能 对不对 你想想看沙拉是一个不但是美丽 而且自尊心很强的女子 那么这样的一个 有哪一个女生 太太会把别的女生送给先生 送到先生的怀里呢 不会的 但是沙拉呢 却亲自把自己的死女下甲 送到亚伯拉罕的怀中 表示沙拉自己知道 按照他的理性判断呢 他是不太可能了 不可能 神的应 他是不太可能有后代 甚至呢 神的应许靠着人理性的想法 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 但持续地相信神的应许 除非他有一个比理性判断 还可靠的盼望 除非他的信心有一个很可靠的根基 那么这时候呢 他才能够坚持下去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信心是有对象的 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 不是一个感觉 信心呢是有对象的 亚伯拉罕四章十七节讲说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死无便为有的神 意思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呢 是这位神呢 是叫死人复活 死无便为有的神 那么这边的解释呢 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呢 有这个解经家认为 这个死人复活呢 是讲到 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要献 他的主身子以撒的时候呢 当他把刀要拿下去的时候呢 他心里有个信心 相信即使我献上了 神还可以使他复活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呢 其实呢 另外这一段经文呢 叫死人复活 意思是说 是给死人生命 是给死人生命 意思是说 亚伯拉罕所信的呢 是神可以使他 这个跟撒拉 即使没有生育的能力 还可以 借着没有生育的人呢 能力的人呢 可以生出子孙来 使死人复活 而且是无变为有 使没有子孙的变为有子孙 那么从第二个解释 可能是比较通顺的 但不论如何 你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的信心呢 他对神的认识是很清楚的 他知道这位神 不但是创造天地的神 不但是把信心给他看的神 不但是应许给他的神 神也是伟大的神 是有能力的神 是可以使死人复活 使以撒呢 死里复活 使没办法生育的人 可以生育的神 他有这样的信心 那么 所以呢 他的信心的对象 是一个具体的对象 是相信神的信实可靠 这就成为他信心的基础 你看一个楼房 如果盖得越高 地基就要怎样 挖得越深 对不对 那我们所信的对象呢 是确实可靠的 我们的信心就有根基 请问在这个世界上 你可以找到哪一位人物 比神更可以信靠呢 比神更可靠呢 有哪一个人物 他比神更伟大 比神更可靠呢 说话算话 大有全能 神更可靠的 对神更可靠呢 没有 只有上帝是可以信靠的 没有一个人比神真实可靠 亚伯拉罕认识了这位上帝 所以他就信神所给他的应许 他相信神说话算话 所以他就坚持 那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信心的坚持中间呢 他展现出了这个几个信心的本质 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上帝 敬畏这个上帝 你知道这个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 是全能的神 是说话算话的 是信实可靠的 是公义审判的 也是蛮有慈爱的神 你来到他面前 你的信心就有基础 而且你可以表现出几个特别的特质 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亚伯拉罕信心的本质有哪些呢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信心呢 他对神的信心使他可以不平眼见 对不对 不看环境 这边我们一起来念 好 预备四章十九节 预备 来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莎拉的争议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请问他有没有否认他的身体的状况 他没有 他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所有的困难 他理性的思考 他知道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肉 因为呢 他的信心呢 是不平眼见的 他抓住的是神所说的话 他信的是神的应许 你想想看 还有什么话 这个比神当时对他讲的 如果是一个不信的人 会觉得你这样的相信 99岁了 你还相信神会给你孩子 这不是太不合理 太可笑了吗 好 那么 你会发觉理性呢 会来挑战信心 对不对 理性会来嘲笑他的信心 但是亚伯拉罕呢 他却用信心呢 来抓住理性的喉咙 叫他说 你不要讲话 你坐下来 你不要在这里挑战 你不认识上帝 你乖乖的坐着 看神怎么样来行大事 阿们 这是一个亚伯拉罕的信心 那么听听他对理性说 你这个瞎眼的理性 流浪的理性 你要静下来听神的话 你的理性要回归神的话 否则你的理性只是流浪的理性 没有归宿 你的理性呢 要让神的真理来光照你 否则你只是瞎眼的理性 看不见神启示的光 请问不凭眼见 不看环境的信心很困难吗 是的 如果单用理性是很困难的 对不对 如果你信心的对象 是在你自己能掌握的一切事上 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 我们相信有这位创造天理的主 我们的信心的眼睛乃是 在这位创造天理的主 掌管万有的神身上 神做事只需要你给他意见吗 神做事只需要人帮助吗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才对的 对不对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所以 中马田医师 他就讲到说 信心他不需要证据 也不寻求证明 从某方面说 他根本不需要这些 信心是对神话语 从心里感到一份彻彻底底 毫无保留的信任 一份彻彻底底 毫无保留的信任 因为怎样 他是神 他是全然爱我们的神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 礼拜天早上 我们进到这个会堂 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看到十字架 我们听到诗歌 我们来敬拜这位创造天理的神 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 一声叹息就不见了 但我们却有一个永恒的家乡 有这位伟大的神 我们可以敬拜 可以跟随 我们对他应该要怎样一个态度呢 如果你有一个很棒的父亲 那你真的很幸福 你就知道这个父亲你是可以信 他讲话总是做到 总是尽力地去维持他的诺言 你会信靠他 他会希望你信任他讲的话 但地上的父亲并不完美 可是这位天上的父亲 他是信实可靠的 他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是一个彻彻底底完全的信任 Amen 不是靠着你的行为 不是靠着你的功德 乃是借着你对神的信心 你相信他要来救你 他欢迎你来到他的面前 他也为你预备了这个通天的道路 其实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是很困难的 对不对 有各种的困难 最近听到有人有失业的压力 失业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儿女教养的问题 癌症的问题 孤单 沮丧 不安 不安全感 自怜 我们人生遇到各种的困难 让我们感到惧怕 沮丧跟无望 但是我们知道 虽然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宇宙中 我们不孤单 因为有一位天父 来看顾我们 这时候我们应该转向天父 在困难中 我们要转向这位慈爱的天父 彻彻底底的 毫无保留的 来信任他 来向他祷告 来抓住他的应许 我们才能向逆境说不 Amen 我们应该来以一个单纯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好像亚伯拉罕99岁所面临的环境一样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其实这一段经文 他的信心不但是不软弱 而且还是不软弱 意思说他持续的不软弱 他持续的在神面前 来兼顾他自己 抓住神的话语 来信靠他 忠于他在一百岁的时候得子以杀 亲爱的梁姐妹 当你身处逆境之中 当你感到担心惧怕 甚至压力大到心悸失眠 你会静下来祷告读圣经 以信心来抓住神的话吗 来祷告吗 当你越在惧怕当中的时候 其实你最需要在这时刻 就坦然的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看着这个环境 不要看着这些困难有多大 排山倒海的领导 都不要惧怕 因为你的神比这些都伟大 阿们 你应该在这个时候 拿起诗篇来读 拿起神的话语来读 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 是我们的帮助 你要操练自己的信心 信心是超越可见的环境的 信心看的不是我们理性的评估 信心乃是看着神的应许 看到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 我们就能不软弱 我想这段日子大家都 很多人参与在这个 为Black Vincent祷告 我们看到这个 Black受治疗的过程 他无论他自己或他的母亲 看到这个治疗 第一次化疗第二次化疗 所遇到的困难压力挑战 都会让无论是他本人 或者是关心的人 我们都会感到担心 感到焦虑 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帮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 但是我可以看到弟兄姐妹 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怎样 为他祷告 来到抓住神的应许 在个人灵修的中间 弟兄姐妹得到激励的话语 就分享出去 就彼此激励 这就是我们在操练我们的信心 我们在集体操练我们的信心 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 Amen 超越环境 超越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权 神在动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信心就是如此 他在没有孩子的时候 他仍然抓住神的话语 抓住神的应许 所以他的特质就是抓住应许的信心 在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 好 预备来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 你看到这两节圣经它前后 各有一句其实是把它总结在一起 他讲的是一样的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 亚伯拉罕一直抓住 他记得神 记得那个星星的画面 他记得神的应许 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Amen 相信神他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神说话说完话 神诚实可靠 神的话语安定占天 所以呢 他因为相信神的应许 抓住神的应许 所以他可以表现出三件事情 在这张经文里面 第一个他不疑惑 他不疑惑 即使他心里受到挑战的时候呢 他不断地回到那个星星的画面 不断回到神的应许上面 因为当他疑惑的话 就像这个雅各书所讲说 你这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坡浪 被风吹洞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心 要持续地抓住在神的应许上面 第二个呢 这样的信心呢 使他能够等待 使他能够等待 让亚伯洞得到儿子等了多久 至少二十四二十五年 对不对 二十五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他的信心能够等待 他耐心等候 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 而且他能顺服 他能顺服 但他九十九岁的时候呢 神要他做一件事情 要他改名字 他原来叫做亚伯兰 亚伯兰就是指崇高的父 这个人是很尊贵的 但是神要他改名成为什么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是什么 多国的父 多子孙的父 你想想看 他的亲戚 他的朋友 如果听到九十九岁 亚伯拉罕要改名字了 我知道有些人来美国改个名字 改个方向 你知道神常常在带领一个人 在他一个特殊的时刻 有时候借着改名字 来告诉他 他的人生要走一个新的方向 一个新的人生的意义跟目的 那神让亚伯拉罕改名字 改为亚伯拉罕 多国之父 可是他的邻居听到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 九十九岁你还改名字 而且还改多国之父 多子孙的父亲 我想别人都会嘲笑他 但是亚伯拉罕不怕嘲笑 他顺服神 改了名字 叫亚伯拉罕 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 他叫什么 亚伯拉罕 多国之父 而且 当他九十九岁改名之后 神还要他做什么 行割礼 你看九十九岁老人家 还要行割礼 这个 但是他没有疑惑 他仍然就顺服去做 他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带出了行动 所以他是一个顺服的信心 也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 阿们 他不疑惑 他能等待 而且他采取行动 他顺服神的话语 即使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 但他仍然继续的等候 亲爱的兄弟们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 有信心的话 也应该表现在顺服的行动上 神要我们能够在患难中 可以来依靠他 有信心 我们就顺服 神要我们学习去 饶恕我们的仇敌 那么为我们的仇敌祷告 我们就顺服 照着去做 虽然可能觉得心里有点困难 不容易 但是因为是神的话 神的应许 我们就抓住 照着去做 神必会负责 现在教会也有一个需要 就是需要一个建筑维修服务的团队 在你的周报里 你可以看到 因为教会的建筑已经年久了 需要许多的维护跟修理的工作 也需要更多弟兄姐妹来参与 那么不论你是handy man 在我们弟兄中也有些很handy的 那也有很多是不handy的 就像师母常常笑我 这个电机系的 不会修电灯 那么不论是这个handy或不handy 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愿做的心 我们团队的领袖Andy 可以训练你 教导你 记得当初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 神允许这个投入建造工程的工匠 神允许他们说 凡心里有智慧的 我更使他们有智慧 使他们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所以他们就抓住神的允许 能够把会幕完成 所以如果你有感动 愿意投入在这个建筑维修的服饰 就请你跟恩弟弟兄联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亚伯拉罕的信心 是顺服神话语的信心 凡神所吩咐他的 他就照着去做 不论是等待二十五年 不论是改名字 不论是行歌礼 他都愿意照着去做 所以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来祷告的时候 你如果有疑惑 就先来读圣经 好好默想神的话 有时候我们想祷告 祷告不下去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这时候你就打开圣经 好好地读 把神的话吃饱 慢慢地读 把它吸收进去 让神的话 神的应许 我们可以感受到 可以抓住 可以开始 把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呢 不是放在 这个困难的环境上 我们的信心 开始超越这个困难 放在上帝的身上 放在神话语的身上 而那个时候呢 就是你可以向神 献上信心祷告的时候 Amen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你可以看到 亚伯拉人的信心 不凭眼见 抓住神的应许 当你走天路的时候 请问弟兄姐妹 你跟随主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凭着信心 还是凭着眼见呢 当你遇到困难 当你遇到困难 可能有人现在 就在极大的困难里 你是凭着信心 还是凭着眼见 在这里我鼓励你 凭着信心来跟随神 凭着信心 多少信心的伟人的见证 包括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 人生的困难非常的多 到我们越老 其实困难不会减少 会不断的增加 身体的疾病 各种的问题 但是不要害怕 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恩典 因为我们是来到谁面前 来到神面前 每个礼拜天 我们来到这里 欢欢乐乐的 对不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祂 来赞美祂 来向世人宣告 我们是一个天路客 我们的信心在于我们的神 我们的信心在于神的应许 而且我们知道 祂所应许的 祂必能做成 阿们 所以我们是凭信心 在往前行的活的一群人 但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据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在于神 而我们信心的内容呢 是在于神的话语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总结 这个亚伯兰的这个榜样呢 就是他得着神的应许 做多国的父 而且透过那一位后裔 使万国蒙福 他抓住这个应许呢 结果他得着了以撒 的确呢 他成为他的后裔 非如天上的心一般多 而且他做多国的父 使万国因为他得福 因为的确透过那一位后裔 耶稣基督来到 做世人的救主 使万国得福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 都做亚伯拉罕的这个 属灵的子孙 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 我们可以效法他 因信称义的榜样 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神的允许都实现 而且呢 神喜悦他的信心 就算他为益 算他为益 那么 亚伯拉罕的榜样 对于今日的基督徒的意义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 四章二三节 预备来 算他为益 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益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使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写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亚伯拉罕在还没有得孩子的时候 他抓住神的应许 相信神给他那个 如星星般多的子孙的应许 他抓住这个应许的时候 神就算他为益 那么这个算他为益 这句话呢 不是单单为亚伯拉罕写的 也是为谁写的 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之意的人写的 也就是说 在亚伯拉罕之后 所有效法亚伯拉罕的角中 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相信神的信实可靠的人呢 所写的 也是为今天 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 对不对 我们凭着信心 相信神的话 而亚伯拉罕跟我们 我们所信的对象是同样的对象 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但是我们信心的本质都一样 我们是信心超越眼见 我们的信心不疑惑 我们能等待 我们能顺服 但是我们信心的内容呢 却比亚伯拉罕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完整 因为亚伯拉罕 神允许他万国要因他得福的时候 他还看不到 那个耶稣基督的诞生 对不对 但是今天呢 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应许 使万国得福的应许实现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诞生了 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已经降世为人 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明白 义的神竟然可以称你我 这个罪人为义 难道神的审判有错误吗 你想想看 一个公义的法官 怎么能够称一个罪人有义 请问公义的法官应该称罪人有什么 有罪 但是公义的法官却称一个罪人有义 这不是公义的法官 这是什么 不义的法官 对不对 但是神不是不义的法官 神是公义的法官 神怎能称罪人为义 而还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呢 神有没有忽略人的罪 没有 他没有忽略人的罪 他是公义的法官 但他也是慈爱的父亲 他拆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 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 他并没有忽略罪的刑罚 但是耶稣基督 他的儿子竟然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 而且之后呢 将他的耶稣的义赐给我们 这就是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亚伯拉罕所信的内容 并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到我们今天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 为我们所做的四章二十五节 可以是一个福音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总结 我们一起来念 预备 来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我们称义 所以使徒保罗讲到说 今天我们比亚伯拉罕看得更清楚 神应许给我们的 就是这个宝贵的福音 我们要信的就是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呢 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他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而死 他是不该死的 但他却代替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好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 然后呢 耶稣从死里复活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义的 他是没有瑕疵的 他是不能被死拘禁的 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 神的儿子那完美的义呢 就归算在我们的身上 好使我们称义 现在弟兄姐妹 我们再一次复习称义的定义 称义是神在一瞬间 在法律上的作为 一次性的 他将我们的罪 视为被赦免的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死了 而且是基督的义 是属于我们的 因为基督已经复活 他的义就归给我们 算在我们身上 所以他就在法庭上宣告 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义的 是无罪释放的 是得着赦免的 而且在神的眼中所看 是得着那个义的地位 他的儿子的义 披在我们的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因信称义 因信基督而被神称为义的时候 这是一次性的宣告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称义 好我们是一次性的称义 不需要重复的称义 因为我们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罪疚 耶稣都承担了 所以我们不再被定罪 而且我们因为得着义的地位呢 开始享受今生所有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希望你能够明白 称义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原本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 神跟人之间的路有罪的阻隔 我们没办法到神的面前 只有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的儿子 我们才为我们打开了这条通天之路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之所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 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 因为神爱我们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为我们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 而且呢 基督的义赐给我们 使我们得着义的地位 可能不知道这个义的地位有多重要 我们读马书 后面的经文是伟大的不得了 希望你期待的来聆听 当我们得着这个义的地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那你知道后面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 有多么丰富 我们得到今生的祝福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们可以来祷告 我们患难中有盼望 我们可以以神为乐 与主联合 与主同死同活 同苦同容 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可以与罪恶争战 可以制使我们的罪 可以过一个充满动力 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 我们这些所有今生的祝福 因为都是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是因为我们被宣告为义 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义的地位 这是称义 因性称义的伟大的 所带来的结果 并且享受将来的荣耀 更美的家乡 天堂的欢聚 与神同在的生活 Amen 感谢主 这个我们期待 我们大家 这个因性称义一到四章 这个真理大家可以抓得很清楚 之后我们才知道 怎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怎么过一个与罪恶争战的生活 怎么过一个每天充满喜乐的生活 如果你在因性称义上教育 你有反反复复 你不清楚 你就会又走回想要靠行为称义 想要做点好事来讨神的喜欢 其实我们今天被神喜欢 是因为神的儿子 神早就爱我们 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 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儿子 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 接受这个白白的礼物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做他的儿女 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要继续地去 细细地去品尝体会这件事 今天你不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流浪的人 你不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一个孤儿 你不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一个无依无靠的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有尊贵的身份 你有义的地位 你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 但你怎么能够得到 这个义的地位呢 就是你要承认 你原来跟神之间 你过去可能你是拒绝有神的 你可能是这个 凡是靠自己 能定胜天的 你不愿意投靠神的 你甚至嘲笑神 与神为敌的 今天你知道有这位上帝 你要来敬畏他 或者你过去是靠着功德 你想夸耀你自己的努力 夸耀自己的功德 靠着自己的修行 来到天堂 但是今天你知道 在律法之下 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这条通天的道路 唯有借着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而神竟然把这个 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我们要做的 就是凭着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是 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的救助 希望你今天把握的这个机会 来接受他的儿子 神赐下他的儿子 你只要相信他 接受他 这条通天的路就为你打开 阿们 最后总结 因心称义 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意义是什么呢 四章二三节 算他为义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使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人被神称义 不是靠着人的好行为 不是靠着行律法 这些都不能使人称义 人被称义 是单单借着信心 谦卑地来到神面前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是不配来亲近神的 带着感恩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白白地称义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